台风威力逐渐的减弱 全台铁路航空的交通 从中午之后就开始恢复正常了 原本被巨石砸坏了电线 而中断了台东东部的干线 在今天下午一点抢修通车 而在航空方面 往来最频繁的台港航线 终于恢复了起降 有台湾旅客昨天在香港机场 等了一个晚上 今天终于可以回到台湾 受台空影响 这两天国内国际线航班 纷纷被迫取消 往来最频繁的台港航线 不少旅客滞留香港机场 好不容易中午过后 飞机陆续恢复起降 下午三点钟终于有这两天来 第一班从香港飞回来的班机 昨天下午四点多到现在才回来 因为国泰今天早上都没飞 我昨天就在机场没有走 有的旅客在机场等 但也有从中国要返台的旅客 在香港等到深夜又折返中国 过程相当坎坷 昨天又回大陆去 然后又花车钱再进来去香港机场 很多人光在排后补的好多人 还有人干脆自己多付一张 经济舱的票价升等 只要有位子回来就好 补差价做商务舱 所以还有空 如果是经济舱的话都满了 补价是补了2040块港币 国际线起被班次中午之后恢复正常 该回来的班机也陆续从各地返台 两岸包机则是延误四五个小时不等 金门马工等离岛航线也都有飞 可能是受到台风影响 很多人之前根本无法搭机回家 也因此假日最后一天 往离岛的班次还有不少空位 路上交通方面 台铁东西部干线已经全部恢复正常行驶 但是支线铁路 积极线和平溪线 因为铁轨有落实 暂停营运 高铁则是下午两点钟开始 全线正常营运 记者张玉京 蒋龙祥 台北桃园综合报导 目前全台的农业损失还在估计当中 不过可能是预期心理的关系 青菜价格已经开始飙涨了 尤其是叶菜类 平均涨幅大约有四成左右 有大卖场就逆向操作 推出了一把八块钱的特价空心菜 买气强强滚 新的客台风来袭 不过都还没传出严重灾情 传统市场的叶菜类价格开始看涨 青江菜一斤从18元涨到25元 小白菜一斤也要价25元 而香菜涨最凶 涨了四成 已经贵了20块 消费者买不下手 菜饭也觉得离谱 台风过后就不一样了 菜会省伤了 差差不多一倍吧 有的叶菜类会差上一倍 卖不下传统市场 已经涨价的菜 不少消费者选择到大卖场捡便宜 业者推出一把只要8块钱的空心菜 其他菜一把也只要18元 也因此买气强强滚 这个白菜是有的 业者说其实蔬菜进货量价格 平均涨了一成 不过为了吸引消费者 还是得自行吸收价差 我们是不是跟着党籍 DM的售价来走 说我们不会因为 竞价的问题 加价在售价上面 买菜贵吃肉却变便宜了 可能是中秋节烤肉的人减少了 猪肉每百公斤跌破成本价6000元 鸡肉价格跌得更惨 每台金跌到38.5元 短短一个月就跌了两成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